难怪李秋水如此放荡糜烂 你看他的历史原形是谁 有过多位情夫 按照原著理的设定来看 李秋水的容貌并不在王宇燕之下 原来李秋水和乌鸦子生了一个女儿 换作李青罗 李青罗又生下一女 换作王宇燕 由于李秋水的家族基因极其强大 李秋水和孪生妹妹以及李青罗 王宇燕的容貌都如出一辙 这也难怪乌鸦子风流倜傥 却在年轻的时候和李秋水结为夫妻 二人在亚底的狼环浮动 度过了一段甜蜜快活的日子 然而李秋水却因为乌鸦子盯着白衣雕像 正正出神而吃醋 他找了几十个俊美少年 当着乌鸦子的面条形 乌鸦子愤然出走后 李秋水勾引了乌鸦子的徒弟丁春秋 这才有了乌鸦子被丁春秋打落悬崖 继而摆出真容棋局的后续故事 多年之后 当虚竹踏出江湖之际 李秋水早就远嫁异国他乡 成了西夏国的王妃 此时的李秋水几近百岁 但他的糜烂程度仍是让人扎舌 原来听闻虚竹有个外号换作梦狼时 李秋水竟当着众人的面如此说道 梦狼 梦狼 原来你果然是个多情少年 你上来 让我瞧瞧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 是何等样的人物 李秋水虽是个老太婆 但这句话柔腻婉转 虚竹听在耳里 不由得怦然心动 可见 李秋水风流了一辈子 要不是虚竹长相丑陋 要不是李秋水和天山同老大打出手 搞不好李秋水会和梦狼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其实 金庸将李秋水塑造成这样是有迹可循的 是为了将笔下的李秋水向真实的历史人物靠拢 金庸的写作风格就是沿用历史 他不仅会将真实的历史事件 写进自己的武侠小说里 还会让历史人物和笔下的武林高手发生碰撞 从而产生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武侠故事 作为金庸武侠小说的代表作 天龙八部也出现了不少历史人物 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主角段玉了 在新修版《天龙八部》的末尾 金庸直言不讳地学道 段玉就是大理的宣人帝 而宣人帝就是历史人物段和玉 也就是说 金庸以段和玉作为历史原型 这才塑造了一个闯荡江湖 邂逅家人的大理王子 此外 金庸还这样学道 段玉为君 清静无为 静内太平 后来他禀告伯父本臣大师 将自己身世秘秘对华和根 八天时等亲信说了 立木晚清为贵妃 钟灵为贤妃 小蕾为淑妃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钟灵 木晚清 王宇燕也是有原型的 在史书里记载着 高后乃命齿其一 杖之百 大理尽忠杖人所用 乃以全主为之 通其节而时已迁 王德飞受杖未及办 却留阴帝 木贵妃不仁 银贵求四伯 钟贤妃以下 亦还贵贤 玉闻 吉父之 乃许舍之昌 高后乃是之 而至昌以仗吉而故 显而易见 王宇燕的原型 就是王德飞 木晚清的原型 就是木贵妃 钟灵的原型 则是钟贤妃了 既然如此 李秋水的历史原型 又会是谁 在古书戏下书市 第十八卷中学到 初遇起起 梅藏是维尼 朗骁杀望荣 欲起 久之 以利后素望荣 兄弟无罪 朗骁回之 另求一口 得梅藏是于三相家 营养宫中 以宇之思 以利后觉之 不忍杀 石出维尼 昊墨藏大师 居于兴州戒坛寺 暗维尼和书 治乱成业 朗骁之士 虽称于夺子妇 石始于四眉藏 盖眉藏为尼 以利是始出之 即生子量作 以利是母子 不能安矣 岂而旁之够你 致命令之四兄 稀有于此 文中频频提及眉藏 他就是李秋水的原型 眉藏皇后 眉藏容貌极美 原是西夏大将军 以利玉起的妻子 以利玉起死后 墨藏得到了 西夏皇帝 李元昊的宠幸 二人没多久 就打得火热 迅速发展成 情人关系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眉藏的事情 被西夏皇后 耶利士发现之后 眉藏被西夏皇后 逐出皇宫 墨藏只能落发为尼 但仍和李元昊 暗中往来 最终诞下一子 取名李亮作 西夏警宗李元昊 遇世后 眉藏成了西夏国的太后 辅佐儿子李亮作 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墨藏成了 高高在上的太后 但她的私生活 仍是放荡弥烂 最终和情夫宝 保持多一起 死于非命 金庸正是以墨藏 作为原型 这才创出了一个 疯子卓绝 弥烂不堪的李秋水 不得不感叹 金庸的血世原薄 在这种一假一真的 相互呼应之下 金庸的武侠小说 更是魅力四射 让人记忆犹新